大家我是Paul 周二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你有没有听过什么是Alpha Male 什么是Beta Male Alpha跟Beta在我们的文化里大概已经 反正已经蛮久了 如果你听过 Good for you 如果没听过 简短介绍一下 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 就是你是男性中的领导者 你一进了一个房间你就会觉得 Oh I'm going to take charge 然后大家甚至会不由知足的听你的话 听你来发好司令或这些的 你的朋友中有没有Alpha 我相信有 Beta是什么就是跟在后面的人 所以我们不能叫做loser 不见得 可能也不够帅 可能也不太够有钱 然后可能也不太够有自信 然后他就是会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这样我们叫Beta男 现在多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 Sigma Male Sigma 席格马嘛 席格马 随便你怎么翻 这无所谓 发音上 那Sigma 是干嘛的呢 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 他是被俗称所谓的最少 最稀有的男子 The so-called rarest man Rare 就稀少 So-called 就是所谓的俗称的 这个我们看过 但是我还是把它打一下 So-called 就是所谓的 所以所谓最少的 最稀有的男子 那他这边下面讲了 The idea of a sigma male has floated around in internet communities for years now 所以这个idea 已经漂流在这些网路的社群中好多年了 但最近才流行起来 Has recently picked up with people mocking it on social media 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嘲笑他 嘲笑这件事情 然后才流行起来 事实上这报道都已经是去年的了 那你看我们今年 我今年才知道 所以要是你不知道的话 也正常啦 因为你如果没有在关心这议题 我都觉得我还蛮关心这方面的议题的 但是你看我现在才比较特别注意到他 才做了一集 好 所以这边是他下面有讲说 这三个就是我们男性所谓的 我们的原型 我们的一种模板 所以这个词叫Archetype 所以这三个 左边这个就是James Bond 这是史恩康纳来年轻的时候 James Bond叫leader 没问题 然后非常有魅力 Charismatic 等一下要看到这个字 然后总之就领袖 你大概不知不觉就会听他的这样 那右边这个是Steven Correll 那他这是在某个电影里面 好像是40岁的处男还是什么鬼的一个电影 那总之他就是所谓的beta 他就是一个反正不是领袖的家伙 那其实他们的分类 这个所谓的Archetype 还有再继续往下 那我们就不扯了 他往下反正就是越来越烂就是了 所以beta已经算是 这些烂东西中的算是不错的 或许是 那中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Sigma Male 好 所以到底是什么是Sigma Male 对啊 没错 Steve Correll在这个 40 Year Old Virgin 这是一个电影 40岁的处男 来 我们来看 The Alpha and Beta Discourse Has been around for a few years now Used primarily by those who frequent incel and pick up artists Artists' circles 所以Alpha跟Beta的Discourse Discourse这个字也看一下 论述 所以男生的这种 Alpha、Beta的不同论述 已经好多年了 论述这个字我也打一下好了 既然这个字 也生活上也蛮常看到的论述 这个论述已经好多年了 主要是用在一些 就是你会常常去 去造访这些社交圈的人 他们会使用 所以这里这个frequent很有趣 是个动词 people who frequent these circles 所以frequent可以当去造访去看这样子 那什么是 incel incel是两个词合在一起的 我们以前有这也都讲过 事实上绝对不是完全新的东西 incel它分开来叫做involuntary celibate celibacy名词的话 involuntary不自愿的 celibate就是 我们简单说celibate就是 手针 手针的概念 大家知道 没炮打啦 简单的说 但是它却是involuntary不自愿的 所以这叫做非自愿单身 大概是这样子翻译 所以非自愿单身的 或者是pick up artist pick up artist我们有时候翻译成 就把妹打人之类的把妹他们把自己称为艺术家artists 我相信有些人是觉得可能是冒犯了艺术家这个字 but anyway pick up artists 有时候他就叫pua pick up artists 好所以在这些圈子里面 他们会用这些词alpha跟beta 那最近呢 大家就开始讲到了 哦 sigma male 我们来看下一段 so here's a quick primer to catch you up to speed 就来我让你赶快赶上我们要讨论的东西 catch you up to speed 然后这里说 alpha and beta are terms attributed to certain personality traits that a man possesses 所以他attribute这个字我们看过好多次了 就我们把它翻译成是归因归功归咎之类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名词term 这就可以归给某一些男人拥有的个性 personality traits 特征 特征是trades 个性特征 那alpha是什么 我们就看下来 an alpha is the kind of person every guy wants to be alpha就是每个男生都想当alpha 事实上我不同意 但是这是他的说法 所以根据这个manosphere 这个先不管 an alpha is charismatic 看到了 这是他有非常魅力的 所以charismatic 他的名词是charisma 发音要小心 charisma 形容词charismatic 所以he dominates a room 他能够很轻易的主导一整个 你现在所处的这个空间 这个房间 lady is clean to his arms 所以女生就不自觉可能会抓着她的手臂 clean这个字就然后抓着他这样 he is attractive and fit and he is successful in all aspects of life 所以他有魅力 然后fit就身体条件良好这样子 OK体态很好 那他在人生的所有层面都是成功的 he is successful in all aspects of life think james bond 你就想想詹姆斯庞德就对了 那beta是什么 being a beta holds a more negative connotation 那你如果是beta 你就会有一个比较负面的 这connotation就意涵 所以负面的意涵在里面 as nearly everything opposite to an alpha 所以他就基本上就是 alpha的所有的反面就是了 a man who is beta generally means he is introverted not so good with the ladies seeks validation and rarely hits the gym 所以他通常表示 他是introverted 是内向的 not so good with the ladies 跟女生啊 没有什么招式 跟女生 在女生中不受欢迎 he's got no game 有时候我们会这样说 he's got no game 他跟女生啊 他没有招 没有game 好 然后呢 他会 他会持续的 在别人身上找到认可 大家懂我意思 有人男生 他就会希望别人认可他 so he seeks validation valid这个字 我们几个礼拜前 大家看过 我们甚至把它翻译成有效 那这里把它变成动词validate的时候 就不太能翻成有效了 听起来很奇怪 但我们这个可以粗略的 把它理解为就是别人的认可 OK 好 所以他持续的在寻求别人的认可 seeks validation 可能是因为他爸爸小时候 就一天到晚骂他这样子 perhaps from his father who belittled him as a child belittle就是把他说得很小 你什么都不会啊 OK 你不要弄这个 你不会弄我来帮你弄 所以他爸爸会belittle小朋友 这是糟糕的父亲 所以造成这个小朋友 持续的在寻求validation 别人的认可 那通常很少去上健身房 rarely hits the gym 好 我们讲完这两个了 终于要进入sigma OK so what's a sigma 刚还没讲完这beta beta never steals the spotlight 所以beta从来就不会在聚光灯底下 he's the nice guy who always finishes last 他就是那一个永远跑最后一名的那一个好人 一定要得到好人卡对不对 好你就想到他刚刚这个 think Andy in the 40 year old version 这个电影 好那回来这里 到底什么是sigma all right buckle in 所以这文章我们写的蛮有趣的 所以好了 把你的那个安全带系好了 我现在要说一些话来吓你了 这样子 a sigma is an alpha sigma其实也是alpha but he's got more of an edge to him 但他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些edge 这个edge我们以前有说过 他可以放在一个内容里面就是 我们说你有一些你个人的优势 个人的特殊点 我们称这个叫做competitive edge competitive edge competitive advantage 之类的说法 所以他是alpha 可是他有一些特别处 he's got more of an edge to him think of the long wolf type of guy 所以你就想象了一种孤狼型的人 long wolf这两个字真的也是英文里会有的 就是孤狼 所以孤狼真的就英文有相应的一模一样的名词 long wolf a sigma also commands a room but with his quiet mystery and intrigue 所以他也能够去主导 他一走进来 你会觉得气氛就不一样 他能够主导整个房间 可是他不是用他的力量 不是用他的那种特殊的霸气 他是用他的quiet mystery 安静的的一种迷样般的一种感觉 以及intrigue intrigue就好奇这样子 because of that 就因为这一点 women gravitate to him 女生就会被他吸引过去 gravity是引力的名词 gravitate就是动词 所以a gravitates to b 就是a会被吸到b那边去 所以这个动词的用法其实不会很困难 x gravitates to twords也可以 y 所以就是你就可以把它翻译成是x被y吸过去 可是这句话并不是被动的 ok x被y吸过去 可是这句话不需要变被动 he also finds success in his career but he isn't afraid to push the envelope and take risky moves 所以他也是在事业中成功 可是他却 不会害怕来去push the envelope 所以push the envelope是什么意思 跟信奉完全没关系 我们把它翻译成挑战极限 ok 所以他会去挑战极限 然后他会去采取一些 呃有冒险的一些行动行为 那这边也说了 他是the rarest archetype of a man 这男生中是最稀有的一种原型 所以有些人认为就像你想一想那个John Wick 看过这个电影吧对不对 为了一只狗然后去大屠杀的一个这个家伙 那有的人认为Kia New Reeves 就是那个基努李维 本身自己就是一个Sigma 你想像他好像还蛮合理的 好 呃不止这个报导 我还有另外一个也想读一下给你听 这个很快就可以读完 其实我们大概不需要 呃他没有太多的生智在这里面 我必须说 好我们这边再读一下下 因为这也是他把Sigma描述了一下 不过里面倒没有太多的那个复杂的字 我们看一下就好了 所以根据某一些网路上的角落 According to a certain corner of the internet Sigma is a new kind of dude 新的新的家伙 He is as powerful as an alpha but free of alpha baggage 所以他就跟Alpha一样的 有他的霸气在 可是他没有Alpha的baggage 什么baggage你知道吗 baggage就你知道就是一些 呃你知道baggage claim 就是机场里面的那个拿行李的地方 所以难道说Alpha有行李哦 不是这样子说 就他有一些负担 就Alpha有一些原罪 因为他为了要当leader 他可能就得 呃就得很热情 就得必须要去扛着一些 这种角色上的必须承担的东西 但是Sigma就是我他妈的 我就管好我自己就是了 OK 所以Alpha可能会觉得 我要照顾好所有的人 因为当leader就是要照顾别人 合理吧 可是Sigma就是我才不理你 他就是当自己的 你看 He is quiet but cool a long wolf 你看强调他是long wolf嘛 所以他才不会理别人 Who defies hierarchical categorization 我说没什么新单词 可是这里又很想写一下 Hierarchy就是社会阶层阶级 所以那defy就是去反抗 或者就不甩这样子 所以他是一个孤狼 他才不甩那一些阶级 这种成的这种分类 所以他defy了 hierarchical categorization hierarchy你不能不认识 托弗亚士都会出现这个字 categorization就分类 所以他事实上也不屌 你怎么把他分类 你说他是Sigma 他可能也就 OK或许我是吧 或许我不是 I don't give a fuck 这就是Sigma OK men obey him 男人不知不觉会 会顺服他 Obey women want him 女人就要他 alpha会讨厌他 alphas hate him because they can't control him 都是alpha 那注定基本上可能会打架 可是Sigma才不会跟人家打架 Sigma就是lone wolf 我就做自己 所以alpha会讨厌他 因为他会感受到这个人是个敌人 可是这个人又不与他为敌 他即便想跟他冲撞 想把他赶出这个社交圈 也很难做得到 因为这个人就是不与他为敌 那要是alpha硬要去挑衅他 变成alpha这个asshole alpha不会这么蠢 一个真正的alpha不会笨成这个样子 所以alpha会视他眼中病 可是也不好说出来 非常感同身受 说真的 所以alpha是hate him because they can't control him but they also respect him OK for that very reason 但是alpha也会尊重他 因为恨他所以尊重他 power status no thanks 所以要权力 或者是你在社群中的地位吗 不用了 谢谢 he'd rather have freedom and solitude 他宁愿有自由 solitude就是自己一个人 孤独的孤单着 就是solitude 像有一个小说叫做百年孤寂 就叫做100 years of solitude 所以百年孤寂里面就有solitude这个字 he doesn't dominate 他才不会去主导别人 not because he can't 不是因为他做不到 but because he's not interested 而是因为他也没有兴趣去主导别人 he doesn't yell 他不会大声讲话 he exudes quiet confidence 这个exudes就是流弥漫出 OK 流露出 he exudes quiet confidence 他流露出的是很安静的自信心 he's a loner dottie a rebel 这是一个电影台词 所以我就不点进去了 所以想象一下 这里也把Keanu Reeves拿出来讲 你想象一下John Wick里面的Keanu Reeves 就是Sigma了 OK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大概也够了 讲了蛮多的很多的描述 描述都还蛮爽的说实在 看了你都会想当一个Sigma 不过这我相信不是每个人当的来的 好 所以俗称的so called discourse论述 alpha beta刚刚看了没问题 incel就是不自愿的单身 charisma 魅力 charismatic形容词 clean就是去抓着什么东西 negative connotation我们刚刚讲的 要是你是beta的话 你可能身上带着有一些负面的遗憾 validation 就是去寻求别人的认可 再还有另外一个用法 补充一下一下 要是今天你去一个公家机关停车 那你是来办公务的 所以说不定他们不会收你的停车费 所以你可能会问一下说 Do you guys validate parking? 你们会不会来validate这个parking ticket 也就是说你能不能盖个帐 让我就不用付停车费 所以validate也有这样的额外的一个意思 competitive edge就是你一个竞争的优势 然后gravitate刚刚看到这动词 就是什么东西会被吸引过去 所以这里的虽然说不是被动的句子 可是它的感觉是被动的 X gravitates towards Y 就是X会自己往Y的方向游移过去 这样子 push the envelope挑战极限 最后一个字hierarchy 就是社会的那一种阶级制度 也不一定是社会的 总之今天如果有一个阶级的感觉的话 像例如说我们常讲那个 马斯洛的那个需求的那个金字塔 有没有 那个就叫做Hierarchy of Needs 不是第一次讲说真的 如果你有常看频道的话 你应该听过我说过不止一次了 好讲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讲了什么是西格马男子 我们下次见 called 第四竹